大家好,我是表妹,女孩乌玛一觉醒来发觉自己在一个陌生的地方,她疑惑中,两个穿着白衣的侍者走了进来,告诉她这里是一个叫天堂山的改造中心,被送到这里的都是被家人认为不完美的女孩,在这里他们会进行两个月的改造,之后他们就能成为家人眼中完美的样子。 乌玛也意识到是自己的母亲把她送到了这里,她不想待在这里,就躲开侍者逃跑了,一直跑到了悬崖边上,她才发现这里四面环海,根本无路可逃。 很快,乌玛就被抓回了改造中心,回改造中心的途中,乌玛看到这里的女孩都是穿着一样的白色衣服,他们的行为举止都是那么的相似,连笑容的弧度都差不多。 乌玛被带到院长的面前,院长是一个看起来优雅美丽的女人,她对乌玛解释为什么她会被送到这里,因为她不听家里安排的联姻,更严重的是她还喜欢上了家里的下人。 所以乌玛的母亲决定,让乌玛在这里进行两个月的改造,两个月后再重新考虑联姻的事情,乌玛无可奈何,只好先暂时留下,之后另做打算。 乌玛被安排和另外两个室友住在一起,一个是被父母嫌弃太胖的小胖,另一个是脾气火爆的小鱼。 晚上的时候,女孩们一起在花园里吃晚餐,花园优美的环境让他们以为会有可口的美食,但试者端上来的却是装着一点沙拉的盘子和一小杯牛奶。 试者说这是为他们的饮食健康搭配的食物,他们非常不满,可也无力反抗。 乌玛吃完饭后来到洗手间,恰巧遇到著名歌手小维,小维想专心做歌手,但自己的公司却想把她当作商品,不停地利用她制造绯闻来赚取利益。 她不想听从公司的安排,所以就被送到了这里,她一直计划着如何逃离这个鬼地方。 恰巧乌玛和她一样,就这样有着相同目标的他们,约定好在半夜的时候在房间外碰头,但是当乌玛睁开眼的时候,已经是隔天的早上了。 歌手小维也是同样的情况,没有办法,他们只能先接受改造,再慢慢筹划了。 这里的改造从早开始,他们要起来做造型,听院长做的思想工作,接受瑜伽练习,跟随逝者去做旋转木马,同时播放一些洗脑视频。 乌玛看到的是她连姻未婚夫优秀的一面,这让乌玛很难受。 除了这个旋转木马乌玛不能接受以外,在天堂山这个风景如画的地方,和室友们玩了生活,乌玛觉得还是挺不错的。 但是时间长了,乌玛还是想念起了她喜欢的男孩。 一天在和歌手他们聊天的时候,乌玛似乎看到了她整日思念的男孩。 她走了过去,发现自己没有看错,男孩为了见她,竟然应聘了改造中心的园丁。 两人除了互诉思念之外,男孩还向乌玛许诺一定会带她离开。 她已经做好了调查,准备加入这里的运输部门,然后利用自己的职位就把乌玛带离这里。 乌玛听后很是感动,她相信男孩一定会带她离开这里。 隔天,乌玛醒来的时候,发现警报声响了,原来是歌手小维的一个疯狂粉丝来到了这里。 粉丝的出现不是偶然的,是小维安排好的,这样她就有可以离开的船只了。 小维还把自己发现的秘密告诉了乌玛,牛奶里面下了安眠药。 深夜的时候,天堂山会出现一些他们没有见过的人,会趁着女孩们睡着的时候把他们其中的一些人带走。 如果他们再在这里待下去,可能下一个被带走的就是他们了。 歌手提议让乌玛当晚就和她坐船一起离开,并让乌玛千万不能告诉其他人,但是乌玛马马上就告诉了男孩。 晚上的时候,歌手被告知她的改造计划提前完成了,今天晚上就可以离开天堂山了。 乌玛觉得很奇怪,假装喝下牛奶,并到卫生间把牛奶吐了出来。 这时歌手也进来了,虽然她不能离开,但是她希望乌玛能和自己喜欢的人一起离开。 两人约定好在天堂山外面的世界见,歌手还给了乌玛一把匕首防身。 半夜,乌玛醒了过来,准备出去时,晕倒在了房间的地板上。 第二天醒来,就被带去做木马。 这次,乌玛看到的是自己家族的发展史。 乌玛的父亲因为未婚夫打压家族的公司承受不住压力自杀了。 这也是乌玛如此抗拒这桩婚事的原因。 看着父亲自杀的场景,乌玛情绪失控了。 她逃出房间,疯狂地大喊大叫。 此时男孩就在一旁看着,没有理会乌玛。 乌玛很是心灰意冷。 就这样,乌玛被带进一个密闭的房间,强迫喝下牛奶。 当她再次醒来,已经是两周后。 她被带到院长的办公室,电视屏幕上正播放着歌手的采访视频。 歌手和以前相比,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。 她大方接受采访并公开自己的恋情。 这时院长也进来了,因为乌玛的未婚夫办理了贵宾服务。 明天乌玛就能结束改造,离开这里了。 听到这些话的乌玛察觉不对,决定和两个室友一起离开这里。 晚上的时候,他们发现小鱼被工作人员带走了。 乌玛和小胖赶紧去追。 跟着工作人员,他们来到了一个房间,看到小鱼被放到了手术台上。 就在这些人准备对小鱼做手术时,乌玛和小胖赶紧冲上去制止了。 他们带着小鱼逃到了监控室,发现了这里的秘密。 原来这里并不是什么改造中心,只是通过观察被送到这里的女孩, 然后让这里被养着的另一群穷苦的女孩来学习。 好让这些穷女孩更好地取代她们。 这也是穷女孩们能改变自己的唯一机会。 知道真相的乌玛,把父亲给自己的项链给了要取代自己女孩, 这样她就能真正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了。 乌玛也能离开获得自由。 替身女孩放走了乌玛。 在逃离的路上,他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山洞, 里面长了很多的荆棘。 小胖不幸被刺种抓了起来,而乌玛则继续向前逃跑。 这里的植物缠绕着很多女孩的尸体, 乌玛想回去救小胖,却被是竖腰的院长给拦了下来。 原来院长是靠吸食鲜血为生。 那些被遗弃的女孩就是她血液的来源, 乌玛打不过院长被抓了起来。 就在这时,替代乌玛的女孩赶了过来, 院长一时无法辨别谁是真的乌玛。 就在院长疑惑的时候,乌玛趁机掏出匕首杀死了院长。 院长死去的同时,山洞也要倒塌了。 乌玛赶紧带着自己的替代品离开。 就这样,他们一起划船离开了天堂山。 回到城市后,替身女孩要成为乌玛, 而乌玛想要得到自由。 他们一起制定了复仇计划。 乌玛假装接受结婚, 在乌玛骗到自己未婚夫后, 亲手杀死了害死她父亲的凶手。 替代品帮助乌玛制造了不在场的证明, 两人也都各自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。 影片的最后,乌玛在黑夜里渐行渐远, 直至在镜头前彻底消失。 其实,现实生活中, 每个人都有自己区别于旁人的特点, 但影片中的人们却想通过一些所谓的改造, 来把自己最亲的人改造成自己想象中的样子。 这样自己的要求是满足了, 但有想过被改造人的心情吗? 他们是否愿意? 人不能活得太自私, 特别是对自己最亲的人, 他们都是有血有肉, 有个性的人。 如果世间的人都是一样的, 生活在这个世界还有什么乐趣可言呢? 好了,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, 小伙伴们记得多多留言关注。